老先生伸手矫健 打起太极 柔中带刚 这还不是绝招 腰力这么好 一点都看不出来 他已经是高龄百岁的人锐 运动养生是他每天必做的功课 根据研究 想要延年益寿 只要每天运动15分钟 就能够降低罹患各种疾病的风险 寿命可以延长三年 相反的超过25岁的成人 像这样躺在沙发上 边吃东西边看电视 每天看电视超过六个小时 平均寿命比不看电视的人 少了4.8年 每看一个小时电视 对于健康的危害 等于是抽了两根烟 会减少22分钟的寿命 而想要跟人类一样 健康到老没烦恼 要活就要动错不了 提到敬老 农历9月9日重阳节 老人家在这一天要吃重阳糕 出门爬山登高望远 因为蛋高的高与高度的高同音 重阳登高 吃高就是一种希望百事皆高的含义 瞧这一座高塔寺的重阳糕 中间夹了馅儿 一共有九层 这个馅儿料主要就是枣泥馅儿 配上一些果谱 还有合作人 比如说青梅呀 椰果呀 还有金糕条 葡萄干什么的 重阳节众多活动 有着什么样的典故 期盼家中长者长寿 风水上能够怎么样调整 请锁定今天的节目 欢迎收看顺风湿水 让你好运连连 我是玉扇 农历9月9号重阳节 要吃重阳糕 还有登高望远 为什么呢 老祖宗的智慧到底怎么说的 下面就欢迎台湾最知名的 风水命理大师 谢远景老师 主持人好 各官朋友大家好 谢远景老师 台湾时大杰出 心象命理的学家 中华开与道派掌门宗师 中华心象意理开与师 协定会总会理事长 居家风水教科书系列作者 台湾最知名风水命理大师 风水命理 敬意学权威 老师 我们刚刚说重阳节 要吃重阳糕 还要登高望远 重阳节这天做怎么样活动 它的目的是什么呢 民间里头早期的时候 曾经有一个民间上的一个故事 也就是 他们在这个重阳的时候 那么登高 然后这个回头 再往到城里头去的时候 已经是一片 我们讲说类似像瘟疫这样子 那当然基本上来说 这个故事里头 原来也就是说 后代的人 那么就紧记着里面的一些细节 比如说 然后他透过佩戴某些东西 可以避过一些 可能我们讲说传染的一些疾病 透过登高的这个部分 除了我们讲说 可能身体各方面能够强健以外 也能够让我们讲说 我们可能比较避开一些 这个所谓的灾祸远离 那因此呢 慢慢慢慢重阳就变成 我们中国饮水思源的一个主要的节日 原来重阳节的起源是跟瘟疫有关系 不过我们说重阳节是老人家很大的一个节日 我们要敬老尊贤 对不对 所以重阳节也有很大的定义是说 我们要延寿啊 而且呢 我们要健康 老师 现在重阳节 是不是有类似这样的含义在呢 那其实除了延年益寿以外呢 它也重要的一个重点 就是我们刚才提到一个饮水思源的一个部分 所以在民间里头呢 有三大延寿的这个所谓的节日 其中一天呢 就是重阳节 所以重阳节到底该怎么延寿呢 或者是说重阳节 很多观众朋友可能安排了 要佩戴猪瑜这样的一个习俗跟活动 老师 为什么要佩戴 这是一个怎么样的植物啊 那其实猪瑜呢 它是一种我们中国常用的一个 常见的一个药用植物 那只是不同的地方呢 是通常猪瑜它分作三大类 第一种是我们佩戴用的猪瑜 叫配猪瑜 那第二种呢是山上里头野生的叫三猪瑜 第三种是药用的这个猪瑜 叫药猪瑜 以前发生 老祖先发生过这样一个事情 透过这样一个事情给我们一个教训 那么和一些这个 所以我们讲说可能景气的一些 这些的部分 所以不管配戴哪一种猪瑜 其实呢 它本身有一定的这个水的药性 那么也就是对于这个瘟疫各方面来说 比较有一个这个水的隔离的一个提防的一个效果 所以呢这个是有关于重阳节由来 所以延伸下来的一个习俗 所以观众朋友 在重阳节这一天很多人会去爬山 好我要登高健体 老师 重阳节跟爬山有什么关系呢 那么中国人提到就是 特别提到就是说 武阳城 那有提到就是说 当时大家呢 因为可能发生这个瘟疫的时候 那其实原来是有个 这个先人那么来来告诉大家 那么透过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大家就爬上山去了以后 回头一晃 他原来撑一头发生了这个 这么严重的一个状况 因此呢 当然就是当时呢 有很多人这个家家户户 那么大人 小孩 老人家 大家手牵着手 那么一起去登高 登山 那么在民间里头 也就透过这样一个习俗的一头 那么记得这样的一个事情之后呢 他又透过第一个登高 那么除了有步步高升的一个含义以外 对于身体健康方面也有加分的效果 所以呢 就特别选定在重阳这一天 那么家家户户 那么带着老人 那么一起那么登高健康 其实呢 也是一个大家聚在一起的一个机会 所以大家聚在一起 除了刚刚画面上 您看到要吃重阳膏之外 很多人喝菊花酒 老师为什么要喝菊花酒呢 那其实呢 因为在古代认为说菊花本身 他也有他的药用药性 所以在民间里头认为说 他除了登高之外呢 要喝菊花酒 也有护瘟疫 那么的一个含义存在 所以呢 他其实他有一些 这个我们讲说 他有一个微量的一些元素 是可以帮助身体 那么排除一些 可能一些比较一些身体上面 在夏天到入秋的时候 一些身体一些状况 和食器的部分 所以在民间里头呢 也会选定在这一天 特别喝上这个所谓的菊花酒 那么让身体各方面 循环各方面 也能够得到一个加分 所以中华民族真的很有智慧 重阳节要喝菊花酒 那端午节的时候 我们有告诉各位观众朋友 说要喝雄黄酒 对不对 所以老师菊花酒要喝很多吗 其实没有啦 一般来说大概也是喝个一两杯 那么大概就是一个 一个意思 那其实也在民间里头 认为这些东西 其实也都是饮酒不过量 所以呢 其实包括刚才提到的 这个雄黄酒也是啊 很多人在这个的时候 曾经有人 那么以为说 啊这个就是喝越多越好 就没有想到 反而中了毒 所以呢 重阳节什么都要适可而止 对不对 其实不论是重阳后端 我好像都跟瘟疫 有一点点关系 其实在以前 医疗还没有很发达的时候 或许这样子 大家聚在一起的机会 就要避免疾病互相传染了 所以重阳延年益寿法 最后一个老师 执女奇寿 这个可以怎么做呢 一般来说 通常呢 大家在民间有三大执日 是为这个 所谓的父母长辈 那么祈求长寿的 一个这个状况 比如说 他会在元桑节 那为这个家里 这个父亲 年迈的这个父亲 那么祈求长寿 那么会选择在中秋节 为年迈的这个母亲 那么祈求长寿 所以万一 这个我们讲说 两大节都过了时候呢 那么就会在第三个 也就是所谓的 重阳节的时候 为年迈的父母 可以同时 那么祈求他的这个 我们讲寿命的一个延长 所以在民间一头 通常呢 有三大节日 那么这三天里头呢 会习惯性的晚睡 那么为这个父母亲 那么希望能够让他 延年益寿 老师所以重阳节的晚上 我可以怎么做呢 其实一般来说 大部分都是晚睡 那么可能就是 心中默默祈祷 希望这个父母亲 能够延年益寿 所以呢 只是一个心理祈愿 这样的一个念力 或许可以为家里的 长辈祈福 说到这个祈福 严寿啊 长生不老 自古以来都是中国皇帝 每一个人都想 找一个秘诀 当然以现代科学的 角度来说的话 就像刚刚观众朋友 看到那段影片 每天运动15分钟 基本上就可以 延年益寿了 不过老师 我们常常在看说 一个人啊 会不会很长寿 是不是面相上面 看得出来 他是不是长寿了面相呢 当然面相上 是有这个所谓的征兆 所以因为人的 这个面相里头呢 其实跟寿命 也很有关系 所以其实我们 举个例子来说 人的身上呢 其实呢 中国有句话 身体法夫受之父母 不敢毁伤 那么这个所谓的法夫呢 其中包括这个 这个以法来说的话 所有的这个身上的毛发 其实我们知道 老年人都会变白 可是呢 在自然的情况下 眉毛是最后最后变白的 所以以前人都认为说 当你的眉毛 完全变白的时候呢 那这个表示说 可能老人家的这个 年迈的这个长辈 可能寿命 可能就是比较 接近这个 比较尾端的这个部分 老师呢 我们刚刚看到 这个一百多岁的人类 他身体还非常的健康 还可以比方说 导致做运动给大家看 这样子 那这样子 我们发现说 长寿人类都长得瘦瘦 没有胖胖的人类 所以长寿的体相 是不是都一定要瘦瘦的呢 其实它是说 不同的一个体型 那么当然基本上来说 这个型里头呢 所谓的瘦呢 它也有的脸型是 好像比较稍微圆形 或者是长形 那以前来说的话 认为说比较长形 就是属于木形人的 基本上来说 比较属于的身体上面来说 可能比较容易长寿 那原因也就是 可能他的身体自然循环 那么也可能 比较健康的一个关系 所以画面上 刚刚看到这位仁瑞老师 你就觉得 他到底有没有具备 长寿的面相跟体相 当然有了 那么除了这个以外 你发现像很多的 这个我刚才提到 就是说 为什么以前这个法夫 那么会变成 看他长寿的一个象征 所以中文有一句话说 返老还童 那你知道儿童这个头发 就是无流的 黑黑的亮亮的 所以其实呢 你可以从脸上 皮肤的光泽 那么颜色 其实都可以拿来 仔细看一下 就可以知道说 他的身体健康状况 是不是很好 所以呢 观察他的一个外表之外呢 老师 风水上面 可不可以告诉我说 怎么样的风水不要有 或是怎么样的风水要有 才可以延年一手呢 当然也有 观众朋友 想不想知道吗 休息一下 回到顺风顺水 欢迎回到顺风顺水 重阳敬老 奇艳寿 老师你刚刚跟我们提到说 从身体或体相 可以看出一个人老 还是不老 那如果说你遇到一个女人 她化很浓的妆 你从哪里判断她的年纪呢 其实一般来说 我们通常判断年纪的部分 除了看她这个 所谓的毛发的一个 颜色和光泽以外 其实有几个地方 是可以做参考的 比如说第一个来说 你可以看看 可能脸上的这个 我们讲说细部的纹路 那么当然不管你怎么化妆 通常脖子的纹路 是比较难去 我们讲遮掩的 老了就看这里 最明显了 对对 那第二个部分来说 可能看她这个皮肤的光泽 那我们大家知道说 很多的这个长辈 可能她这个皮肤 有一些看起来是很漂亮 好像玉一样的一个 亮亮的一个颜色 那其实呢 那么越透明越通亮了 就表示她的生理状况越好 那相对的很多的老人 会出现这个所谓的 我们名书上面所谓老人斑 就是一点一点黑黑的斑点 对 所以基本上来说越多 我们皮肤越干燥 没有光泽 然后越多这个老人斑出现 就暗示她的身体健康状况来说 是比较 可能比较状况 比较没有那么理想的 其实观众朋友想一想看 老人斑有时候会化妆也盖不掉啊 尤其是脖子上的纹路 手上的纹路 几乎都遮不了 这岁月留下来的痕迹 可是呢 古代皇帝要的长生不老药 现在在台湾或是说现代的时光里面 现代的科技就可以帮忙咯 所谓的干细胞移植 先来看这段影片 现在的科学的进步已经发现到说 即使我们成体上 比如说五六十岁 像我妈妈八十几岁 身上还是可以取得到干细胞 比如说你脂肪拿出来 有脂肪干细胞 皮肤就有皮肤 还有结地组织的干细胞 你掉头发的话你拿你的头发里面的这个细胞出来 叫做乳秃细胞跟表皮细胞来注射进去 那它的头发也可以长出来 这些呢都是我们人体老化了以后 我们还是可以拿得到这些细胞来做我们的一个回春 甚至一个疾病的治疗都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我们只要从血液中呢 从三十细细出来以后 我们把那个血小板把它纯化分离出来以后 再加入这个德国专利的一个活化剂 把里面的生长因子的量增加到六倍 然后你就可以注射在你所需要的地方 比如说你有皱纹啊 或者是你的掉头发啦 或者是你的脖子 想要让它减实 或者是让它厚度比较厚 或者是让它减实提拉的话 都是可以用这种方法来做治疗 老师 现代的科技可以补救老化 而且提早回春 如果你觉得古代的皇帝听到这个消息 他们会心里怎么样的感觉 我想七十号 他就应该不会派徐福去海外求仙单了 好 直接打干细胞移植就好了 所以观众朋友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 自己的身体健康之后 我们再来检视我们的大环境 有没有影响健康生命的风水啊老师 当然有了 所以第一个我们看到这是怎么样的一个风水情况呢 好 通常呢 我们的房子里头 如果你的厨房跟 比如厨房的地方 它有瓦斯炉跟你的厕所 那么比如说门是正对的 或者是甚至有些人呢 比较特别的像 比如马桶跟它的瓦斯炉就是正对的 当然除此相对 自然就会影响到什么 身体健康方面 想想看呢 自然的一个饮食跟这个所谓的排泄的 这个两个东西是两个面对面的 当然基本上来说身体健康难免会受到影响 那我要怎么化解呢 其实一般来说观众朋友如果遇到这种状况呢 我们会在这个所谓的除侧的中间的门上面 那么挂上这个门链 记得两边都要悬挂 长度一定要过盖过马桶的一个坐下来的一个位置 那么厨房的地方一定要盖过哪里呢 瓦斯炉的一个位置 因为基本上来说的话 你有盖过的时候呢 这个细菌在这个 我们讲说飘散的时候 通常它是跟着热气往上飘 所以基本上来说的话 如果你的高度够 它自然就不容易飘散飘送过去 那对于这个我们讲说身体健康方面来说 影响就会变小 所以除侧相对影响到健康 但是化解的方式还蛮简单的 老师那第二种又是怎么样的情形呢 好 观众朋友我们来看一下第二种情况 也就是呢 随着门口它可能有电线杆 或者是类似比如说 可能变电箱类的一个凸起的一个物品 可是老师你讲到这里我好紧张哦 到底门口的电线杆是我大门切出去 直线是有电线杆 还是我站在我大门口就可以看到电线杆 其实大部分来说以门拉直线 那个这个所谓的动线上面的范围里头 如果你是针对的电线杆 或者刚才提到的凸起来的这些物品的时候 其实呢它很容易出现所谓的颗粒肿瘤 或者是开刀手术 或者甚至更严重的 会有意外血管的一个伤害 那这个情况呢从大门 面对外面的大门到小到我们自己的房间门 面对可能我们的这个扶手梯的一个凸起来的一个 独立式的一个突出的物品来说都会产生影响 老师那我要怎么化解啊 我不可能叫门口的电线杆移开 其实一般来说观众朋友呢 可以使用这个所谓的凸面镜 或者前面太极图或上影阵 那么至于镜面的物品 也就是尽量不要在门以内那么影响到 所以通常大部分在门的正上方 那么来做一个悬挂的动作 就可以得到改善的一个功能 所以好简单哦 凸面镜就可以解决了 接下来这个状况呢 或许很多观众朋友的家里会有类似的状况 尤其是老房子 如果发现油漆有剥落的状况 又有点湿气 老师这个是所谓的屋内臂癌 这怎么会影响到身体呢 比如家里的一个臂癌 除了视觉上面的问题之外 当然基本上来说 因为这个油漆之类的一些 它其实在风化之后 那么会有产生 就是很多细微的这个所谓的粉末 那很多观众朋友呢 其实大家在不注意之间呢 已经可能不自觉的 不知道每天吸入多少这个臂癌的这个粉末 第二个部分 会产生臂癌 是表示空气都湿气过重 所以基本上湿气加上细菌黴菌的时候呢 皮肤状况就很容易出现一些状况问题 因此屋内的臂癌 对于灰系统 跟这个所谓的身体健康方面 皮肤的部分 过敏的部分 难免会产生影响 所以观众朋友可以回想一下 是不是家里面真的有这样子油漆波的状况 是不是家人的比方说 呼吸系统跟皮肤状况就比较不好弄 老师那我要怎么化解啊 其实这个是最简单的一个方式 也就是观众朋友呢 把这个臂癌的部分 那么把它重新整修过 然后呢 让它尽量 我们讲说 我们也许重新粉刷 那其实呢 在这个过程中 大家会觉得说 我粉刷 有些地方是很容易再有出现 粉刷够三个月又再出现 那就表示我空气的湿度过高 所以基本上除了粉刷之外呢 如果它臂癌还会常出现的时候 我会建议家里头 可以存放大量的这个水的木炭 老师买个除湿机就好啦 当然也可以用除湿机啦 当然基本上不管除湿也好 用木炭也好 其实最大的功能 就是让空气的这个湿度 那么达到一个平衡状态 那当然基本上来说 让看不到的影响身体健康的 这个因素那么减低 那当然就会改善 老师如果不买除湿机的话 木炭要放几斤啊 其实一般来说 家里头呢 通常如果有这个所谓一般的木炭 可能用30斤到50斤 那么效果就会比较好 那如果呢 有用使用这个所谓的 类似的备长炭 也就是它含有这个所谓的 远红外线的话呢 那一般来说的话 其实数量就不用那么多 那其实不管在家里的任何地方 比如厕所摆放 护士摆放 对健康方面 都会有达到一定的改善 所以观众朋友 老师说的风水的解决方式 其实蛮简单的 如果你不放心买除湿机的话 那你就准备木炭就好了 老师那最后一个影响 健康寿命的风水到底是什么啊 好我们来看一下 房子如果它出现所谓的缺角情况的时候 就是格局不完整的一个情况 那么这个时候呢 就会产生一些影响 大家想想看啊 如果格局上面 除了我们讲说 不够方正的时候 除了视觉上的一个影响里外 当然基本上来说也很容易 可能会撞到或碰到 那当然最主要的是 在风水上面 其实格局上面的每一块 代表家人不同的一个家人 所以有时候呢 这个地方如果太明显的一个缺角 那有可能会对家的健康 那么产生无形状的影响 可是老师 就整栋大楼都格局不整啊 那我该怎么做呢 如果观众朋友呢 是整栋大楼都格局上面 是出现问题的时候呢 通常呢 可以在这个 我们讲说比较多缺陷的这个部分呢 那么做一个什么呢 做一个补足的一个状况 也就是 第一个是用格局上面 装修 那么来做一个补足 第二个部分呢 可以沿着这个部分呢 摆放30年内的五地钱 那么来做气场的补足 也可以得到一定的改善功能 所以观众朋友 格局不整 仔细看看你们家里 是不是有这样的状况啊 除了格局不整之外 老师 观众朋友还想问 比方说 深圳这位观众朋友 手机莫塞马是817 他比较烦恼 他们家厕所的位置 他说家中厕所在西北角 影响财运 以及家人健康吗 该如何化解 另外 上头这位观众朋友 手机莫塞马是965 他也问一样的问题 请问家中的卫生间 在东南角可以吗 西北跟东南角 变成卫生间 行不行啊 一般来说观众朋友呢 通常呢 这个我们讲说在 这两个方位上面 如果是你的厕所 卫生间 一般来说影响是不大 重点在于 不同的一个房子 以头 那么有时候呢 其实呢 他要看不同的一个方式 来做一个测量 比如说有些部分呢 他量过之后呢 家里头 所谓的八宅派里头 他会有所谓的长生味 那长生味 其实就是代表身体健康 家人长寿的一个方位 如果刚好呢 是在你的卫生间的时候 那么才会产生影响 因此方位上面来说 不是绝对的 那么这个观众朋友 其实不需要太担心 老师这样说 观众朋友应该有 更多的问题 想问老师了 该怎么做呢 赶快拿起手机 输入ATM 留下您的姓名问题 发送短信到 1066-335-577 如果说你是移动用户的话 记得输入的是 570加姓名问题 发送短信到 1066-1660 那么的疑问 就会在节目当中 获得解答咯 顺水 风水 让富人累积财富 让穷人改变命运 顺风水水 下次再会咯 拜拜